都说人红是非多 辣妈李小璐也未能逃开这个魔咒 于是他从2017年的最后一天 罢评到了2018年 即便是苍老师的婚训 也没有影响他的话题度 作为事件的另外一位主人公 PG奥尼自然也是深陷舆论的漩涡中 不堪其扰 而他虽然连发两则微薄澄清事件 主动下架全网作品 已是对自己的惩罚 但买单的吃瓜群众也是少之又少 说起PG奥尼 本名王浩的他 原来是个来自东北黑龙江的90后小伙子 他在去年的夏天经由 中国有嘻哈 一夜成名 以冠军之姿敲开了娱乐圈的大门 然而别看多数网友都是由此认识了他 但实际上王浩在嘻哈圈却是成名已久 1994年出生的王浩 六十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别人家的孩子 长得欲学可爱 性格也是乖巧懂事 然而在中学时期因为老师的误会 他被强制承认并不是他犯下的错 而父母也听信老师一面之词 不愿意相信他 自此王浩干脆破罐子破摔 辍学做了 坏孩子 作为久时后 王浩刚好赶上了YY直播最火的那段时间 而宅在家中的他也在主播的 饶舌下激发了嘻哈细胞 自此开始摸索属于自己的弗里斯泰尔 2012年 王浩结合自己打篮球的爱好 为自己取了一个外号PG奥尼 开始了对嘻哈的挑战 不得不承认他在这一方面的确是有天赋的 入行不到一年 王浩就更开了挂一般 先后先后在艾恩米克 钢铁迈克 长春赛区 问鼎关东 狗咬狗 地下巴英里等各大 弗里斯泰尔巴特尔比赛上问鼎冠军 而他更是以巴特尔比赛全国冠军的身份 被国内嘻哈圈的大佬 红花会招揽其下 平心而论 要不是随着王浩在 中国有嘻哈 上走红 其实很多人都不认识他所属的 红花会 这个团体取名于金庸的小说 《书建恩仇录》中的红花会 抑郁让所有志同道合的拉破有个共同的家 彼此一起伏鞋朝着梦想前进 而如今露宿一夜 浩然失色后 尽管外界对王浩诸多敌思 但红花会的成员们却是纷纷表示 同富贵 共生死 而这声明无疑表示红花会不管真相如何 都不会放弃他这个成员 昨天晚上 贾乃亮又发文了 字字带泪 而且 贾乃亮已经取消关了浩然 看来石锤已经落下 浩然未来的处境将会很艰难 从天上猛地被重重摔在地上 这一切也都是他旧由自取 对此 不少理智的吃瓜群众纷纷感慨作为 家人 红花会人质易尽 就是不知王浩对不对得起他们的信任了 最后还是想说 且行且珍惜 笑而不与之披肌 特别声明 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不代表新浪看点观点或立场 如有关于作品内容 版权或其他问题 请于作品发布后的30日内与新浪看点联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